印度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度 在全球都在倡导以瘦为美时 印度始终坚持着风鱼的审美标准 你在他们的影视作品里 几乎看不到一个瘦成麻干的女主角 他们无一例外都有着相对丰满的身材 美丽莎莉之下 腰身的曲线并不十分完美 被衬裙勒出的一圈坠肉 一眼就能看出来 但非常气人的是 他们即使不够苗条 却丝毫不影响美貌的发挥 尤其是五官的轮廓 在立体骨架的支撑下 那一张张漂亮的脸蛋像雕刻出来的一般 而风鱼的身体又呈现了一种非常有力量的美感 印度另一个神奇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着装 在全球一年一度潮流趋势的影响下 印度女性始终把沙莉作为日常的服饰 甚至在他们的影视作品里 也丝毫不吝啬展示这种让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服饰 那块长度超过五米的长布条 几千年来一直都是他们钟爱的服饰单体 女性体态风鱼的身躯 在美丽沙莉的遮掩下显得更加曼妙动人 此外 印度还有一个更神奇的地方 那就是他们拍了很多女性的励志电影 却依然改变不了大多数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 就比如去年荣登北美票房Top10 并在全球斩获一致好评的甘古拜卡迪亚瓦迪 就是一部非常励志的大女主电影 原本是富家女的甘古拜 因为男友的花言巧语 而成了梦买红灯区的一员 但她并没有被不幸遭遇打击到 反而凭借着自身的聪慧和善良 一跃成为了红灯区为女性争取权利的首领 虽然甘古拜卡迪亚瓦迪既叫好又卖座 但主流媒体依然抨击她 是一部非常荒谬的电影 因为她为卖身踢上了合法的外衣 毕竟这种行为 本身就是一种阶级的剥削关系 但你要知道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如果从事这个行业的印度女性 得不到应有的人权和保护 那么印度其他地位更低下的女性 将受到更多的剥削和迫害 只不过依附男权而获得的权利 本质而言 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所以甘古拜卡迪亚瓦迪 依然称不上是一部利益很高的电影 像其他印度电影一样 美术非常过关的甘古拜卡迪亚瓦迪 也展现了五六十年代女性的着装风貌 女主甘古拜 在影片里亮相了多套美丽的沙利 而她的沙利多以白色为主 电影一开场的剧情里 她身着的轻薄沙利就是白色的 印度女性的传统服饰 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 上半身套紧身的上衣 下半身穿宽松的衬裙 再加一块长度超过五米的沙利 这块沙利在包裹衬裙一圈后 经由后腰绕过胸前 再披挂在脑袋上 或直接搭在肩膀上 这种平面呈现S形状的穿绕方法 很能让身形表现出非常柔美的曲线 当然这块沙利也不是一块普普通通的布料 身份越高贵的人 她身着的沙利往往越精致 不但面料是高档的材质 沙利上还会布满手工的刺绣 甘古拜这块白色的沙利就坠有精致的刺绣 为了迎合潮流 与她这一套传统的服饰搭配在一起 居然没有一丝违和感 反而有骨子老娘很有妈腻的气场 当然美丽的沙利与传统的配饰组合在一起 更能展现出印度民族服饰的美感 甘古拜与新男友出街 身着的白色沙利 就搭配了一套亮感非常厚重的金属配饰 脖子上精工制作的项链 宽度几乎能遮挡整个锁骨 手臂上也套了好几个大小不一的金属手镯 在出席重要的场合 甘古拜身着的沙利会更华丽 她拜见黑帮老大身着的沙利 尽管也是全白的配色 但面料的质感 肉眼可见的奢华 不但沙利两侧相有金线 装点在沙利上的刺绣 也是用金线交织而成 上半身的紧身上衣 也散发着银润的光泽 还有她参加裙舞身着的沙利 也展现了奢华的质感 那一块绕过衬裙 搭在肩膀上的白色沙利 用发光银丝坠满了刺绣 在灯火的照射下 更具备流光一彩的效果 当甘古拜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女性以后 她也将她的白色沙利 穿出了非常端庄的效果 这套领口别了胸针 并外批了浅喀色披补的沙利 因为女主非常端庄的仪态 而彰显了非常内脸的高贵感 面料不奢华 却很显高档质感 当然甘古拜的沙利不都是全白色的 当她对楼下的小裁缝动心时 她披挂在肩膀上的白色沙利 坠满了粉红色的刺绣 服装的色彩 影射了穿着者冒着粉红泡泡的内心 只不过这注定是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 所以粉白沙利之下 是一件暗灰配色的上衣 同样用到粉白沙利的 还包括甘古拜竞选红灯区首领时的着装 这一抹粉红 跟恋爱的粉红完全不同 它代表的是一种女性的柔美力量 看似柔弱 实则坚韧挺拔 能赋予穿着者饱满的勇气 在甘古拜成功当选首领以后 他披了一块图案类似的沙利 只不过沙利两侧的粉红 换成了酱红 跟我们影视剧里的大女主一样 工程凝旧之后 浮化的颜色会变得更深沉 甘古拜沙利的配色 有一曲同工之处 只不过他更有希望的象征意 此外 甘古拜在影片里 还亮相了两套红颜色的服饰 一套是他还是附加千金时穿着的衣服 红色的紧身上衣 加宽松衬裙 再配一块黑色的沙利 因为还未离家出走 所以衣裙上布满了金线和银丝 首饰也佩戴的异常的奢华 另一套红色的着装 是他成为红灯区头牌时穿着的衣服 上衣和衬裙都是绿色的 再外披了一块红色的沙利 尽管两套服装的款式及配色都很相似 却因为着装者的心态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所以展现出来的着装面貌很是不同 前者有着富家少女的快乐和纯真 而后者更多地流露出 对现有生活的无奈和消沉 如果你喜欢印度的传统服饰 又偏爱大女主题才的爽片 那么甘古拜卡迪亚瓦迪 会是一部非常不错的消遣佳作 尽管影片主题立意不够高明 但她敢于拍出来 并且故事完成度还非常的高 就已经比很多影片要优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